脸面带您看明星 Sophie Marshall 有一类妖孽 就妖孽在它比太阳底下的万物都光明 新鲜 你可以在腰上整个软枕 隔一张茶几腻着它 它刺儿秃一般脆爽的妙趣 足以让人安于怠惰 且还不叫人觉得日子扁平了去 人就此巴巴地盼着跟它消磨勺光 倒不是情不知所情那种身 而是给自己扶平一般的心 求得个庇护 到底还是相差了 人家是神 是仙 是妖 偏偏不是个俗人 且看它幼幼的皮 软软地堆在嫩儿纤细 竖得长长的头骨上 从框骨上缘之下 爬出来高傲攀进的梅 跟狠狠仙子露出背纸的上唇 齐齐洒落着不羁 冷掉 暖色 烟熏 甚至白开水都能调和的眼皮 包裹着非宗非鹤 非灰非茶 缺了还没的眼珠子 苏菲马索的凝望 比讲台上老教授 无比期待的眼神 更努力被辜负 你甚至猜不出他这道题 求的是什么 心存细计 木有烦心 无奈达拉的眼神 和小阔胡一样的比翼 军事响产术 又不屑于解释 仿佛就是要挑战你治理 千丝万缕 规结成一个意思 随你 这就叫人彻底没辙 人脑构造奇特 悲苦与快乐同种 巨大的哀伤 往往带来极乐体验 所以有一种甘之如意 来自翻来覆却 饮症止渴的 我情我愿 小男孩一样 简简单单的苏菲马索 就因为他没有 曲曲折折的心思 才叫人迷失甘愿 美只能体会 怎么可能用系统编撰 暗图索计法师风轻 顶配也不过是 别角的归纳 算不得演绎 什么是法国人的指挥 苏菲马索 持要声光的效力 轻松写意着 享誉世界的 C'est la vie 他迷人的根源 在与众不同的认知 随遇而安 和我主宰我 并行不备 圆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